林凡耸了耸肩 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此人虽然体内尽是伤疮 甚至有的已经化脓了 所以寻常药物 无法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这话其实根本不用说 这人现在连水都喝不进去 怎么可能能够吃得进去药物啊 林凡继续说 但是呢 这碗野猪胃熬制的药膳 有养胃杀菌的药效 如果再继续打点滴 他的胃可就完蛋了 众人总算是明白了一点 不过高博士显然还是有些不满 那我问你 为什么他吃了你的药膳 没有疼痛感了呢 林凡又怂了总监 天然的麻醉成分有很多 比如说金银花 薄药脑 蝉酥 甚至是胡椒 说到这里他就不再往下说了 要是这些人还听不明白 那再说也是白说呀 好了第三个病人 第三个病人不同于前两人 林凡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先把药材配好 然后开始用药 手中的银针直接扎在这人身上的穴道内 甚至于林凡的银针和传统的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这上面会包含一些细小的内劲 倒不是为了破坏 而是为了阻止血液的流动 然后让本来受损的经脉多一些血液流过 这药物吃完后的二十分钟是最好的时间 林凡用内劲一遍一遍地帮这个病人刺激那些坏掉的经脉 众人看着林凡这样 一个个摒弃宁神 诶 这好像真的有起色了 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啊 嗯 确实有起色 这人的脸色已经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 对对对 这个新人代谢也有点太快了吧 众人极为惊讶 只有部分古武高手才知道 林凡这手法并不是按摩 而是用鼓舞之力在引导着药力 不停地滋润他的身体 成了 随着林凡的话音落下 这个病人的脸已经和刚才大不一样 原本古怪的娃娃脸好像开始发育了一样 这神奇的一幕让众人大跌眼镜啊 不过 林凡可没有准备照顾他们感受的想法 而是到了第一个病人的身旁 几根银针刺下 只见他的身上多了一条黑线 就是这个了 林凡手中的鼓舞之力突然闪动 接着轻轻一划 在病人的身体上开了一个两厘米的口子 银针突然刺出去 电光火石之间一条黑色的虫子被挑了出来 众人看到地上那条如水溪虫般的东西 也是一愣啊 这是什么 秦德仁赶紧问 这东西类似于水溪虫 不过比那个毒的很多呀 病人身上的真菌不断 就着这个家伙惹的祸 好了 我要的东西呢 林凡说到这里就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秦德仁听完之后没有废话 把林凡需要的药材全部准备好 打包送了过去 林凡拿起药材 对着众人说 多谢了啊 不过这医治病人的事情 要等我恢复好了再说 此话一出 不光光是秦家的三兄弟 就连一旁的不少医师 脸上都是一愣啊 这家伙明显就是在找茬嘛 高博是用手指着林凡的脸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让你过来治病是给了你多大的面子 你居然还敢推辞 真是狗肉不上桌呀 林凡一把抓住他的手 掌中刚一用力 就听到对方连连嚎叫 可惜林凡不打算放过他 你算个什么东西 钱只能请来你这种狗奴才 我不管你是什么海龟还是海王吧 记住 老子不缺钱 高博是还想继续反驳 可是手上的痛 已经让他整个人单膝跪地 脸上更是因为疼痛 而变得极为扭曲 看到自己的成龙快婿被人收拾 秦德武刚想上前帮忙 却被秦德人拦住了 真是你不要给我插手 完全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 秦德人面色一沉 厉声说道 这就是默认了林凡的所作所为啊 现在不少跟高博是一派的人 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起来 不管放弄 时用影响 为本当标 Had 川 为